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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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前 reading 欢迎欢迎真感 distribution 我们说主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Integrit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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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 jeder次的心情 也因為顧客在想 一切都沒有想到自己 反而在生理中打拼 這個時間 一個句才發言 做生理跟管理國家是一樣的動力 做生理不能只顧到自己發財 要須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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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 反而半點這幾年所賺的錢 已經有幾六萬年了 開始有擴典生理反而的習慣 要把自己的事業擴典到中國 整個一個鄉民 當當有這種念頭的時候 就等到麻煩的事情了 有一日 反而來到自家在臨主所開設的 餘主數位點市場 正在欣賞一台東進會的高餐台 這是突然立來一位連今發覺的老先生 開口門說 請問這台演台買多少錢了 將幾天客氣對老先生說 對不起老先生 這台演台只看不賣 老先生靠去不賣 這台演台不賣 既然白出來料就要賣 你白了不賣是純心 賣很浪漫 將幾年人客氣在回答 這台演台是本店的頂點支部 關係不可以賣 就算是你問我要賣多少錢 我也不知道 老先生說 我出五十六黃金 你將這台演台賣給我 將幾天有一點不來犯地說 就算你給我一百六的黃金 我也不可以賣你了 老先生聊下一句話 三日後 我就準備一百五十六黃金 這已經管出一般市民的行政計量 無關 到時候你做不了主 你就請你老闆出來 我開出的價錢 他一定會心動 老先生說完 我專心就要離開 只在一方的房內便出聲化療水 老先生請老婆 老先生轉回頭看了看 換你一件水 莫非你就是年輕 他主行大老闆本人是吧 換你點點頭 接到問水 感問老先生貴水 老先生回答 貴水不感動 小生的電 餐地的電 換你 人家 拿錢 除了 叫什麼 喬 提到田老先生的民情,微笑地睡著,既然田老先生發動了這塊原來,我不買了,就送給你吧! 田老先生睡,如出幾種的東西,老夫氣甘太狡猾,那是他剛才開出的價錢將他買下來吧! 既然,田老先生能開出金融的歌曲,就表示你是一位的行家,一甘就看出他的價錢 這補物也是要遇到會賣相的人,不然的話,就已經開物沒什麼用了! 這樣吧,我們來做一個交易,你來為他主上行第一例 我就以演台上講,你自己如何啊? 田老先生笑笑,一問生理你應該開大樓 我得那幾個月,就沒有價錢一文錢 我得令兄弟平論的,反內睡,一台公元台,如果依你開出的價錢,白菜肚湯來翻賣 我相信我,白長十年,都不一定令賣地出你 既然有人會享受,我又為何不令受傷呢? 就如同我親母,但你的第二是應用的道理,你睡死吧! 田老先生笑笑笑笑笑,不愧是相約的機材啊? 我天母真是佩服佩服啊! 反內睡,就在京上睡,天氣都不經理善生,不願理善應,不教理主來! 其母人為,這句話用在做生理上,可以做盡量的改善 由於經營者的行為,符合天道,因為無需強化點來的規定 也不用肯肯強迫,國客一定要完成交易 只要賓錢,依客為尊,這人家做的,永遠不斷離來的 反而對電腦先生所說的話,有很親密的含意 為表面上跟聽起來,好清楚是在說,整台無台度 其實是在跟電腦先生說,身為國客,也不能割捨自己的財務 就要賣點到所賣出的商品 商品的價值和國客人的價值是同樣的價值 二位的目標本來就很難定價值 會向欣賞的人,就是補負一項 不會向欣賞的人,就是當作是會負一樣 而且這位電腦先生就是電腦,也就是電腦的額值 電腦先生代價公寧,反而用一塊鼓鼓鼓去換手 一塊電腦先生的提議 這兩個時間的價值應該是最重的 究竟是反而吃虧,或是電腦先生占了辦意 這也只有反而心願來上街情緒 電腦先生來請聲,是早有聽說 說反而做生理,很愛討厭 但是經過電腦先生,親身雜名料 終生向反而情緒 如今有電腦先生所提議的上街總書 四個義作伏書 反而要扣電事業最對的簡單很多了 這真的是比較好疼心 電腦先生回到府中 臨上十分出獄 不僅協助餘主先生最前的電腦鼓鼓鼓 經靈靈興悉的時 這國優道就位體驗人效的生理人 這甘地是最創無憂 是這國之代行 電腦對府中上下提起了這件事 電腦主懷疑這位林青 宇宙先生的鄉林 有可能就是氣管離國的 外國上將軍反例 電腦說 如果真是外國反例 哪真是摩擎國之代行啊 為了近一部探測 宇宙先生是不是反例 電腦決定 無效台府酒中來一場酒類 舞樂表演 由於酒類 舞樂中包括的內容相當豐富 不管是麻薄文菜的文化 也就是大陸這裡 食材幾年的舞蹤 也許是對陰國非常精通的行隔 許是一竅不同的文化 都會有勝出耐心地欣賞 過了幾天一項 電腦主派人帶到憑慮联門拜訪 並送上車帳給環璃 搖車環璃到非常去 興奮酒類舞角表演 環璃接到車帳大為中間 欣賞接下這份搖車 便發發啞啞的隨車離開了 環璃看完整到舞角表演之下 大聲讚嘆說 天啊 真是美高了幾點 將無所停現的時 在述之中 帶有專家 撃到愛上等不靈臨有求 高雄之處輕輕玩意 如景風吹熟 激露之處 猶雲和明 時如春風時期 五陰風海猶毒 猶條不明 高雄之處 兩年 神有你夢幻 天上聽完了 環璃的兵家志祥 環環境後 這位台面頂頂的儀主先生 就是我國最終本環璃 表演結束後 天上主 老祖環璃在府中用五餐 文才神范璃和筆桿 都是讀書人喜歡祭拜的財神爺 文才神教導信眾要誠實守信 待人要公平 要做到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也就是佛教所說的自利利他 自度度人的精神 在社會上要有所成就 是需要靠眾人來相挺 這樣才能成就一般大事業 樂於布施匹吉泰來 理論雲開 財神自來 請復持風聲榜神的傳說節目製作 畫布帳號4227-4784 復名十方法界基金會 電生主和環璃兩人喝飽吃飽後 電生準備要做環璃 推薦給坐邊說 環璃離開電腦後 將臨主的生理交給二弟主 高生主 他拿一些人女 要去駐路小村找聖師 就算聖師不願意跟他的記憶 也要將人女交給他們無惡情 這一次環璃來到駐路小村 聽到聖師的老婆過新的消息 他到門口的時候 剛好是在做七七的發揮 環璃發援共都上面有留一張牌 牌中駛到萬萬兩人 一間過去年筆的記憶 但是在最後聖師寫著想買死的念頭 反而鄉鄉騎著買乾旁 買祖父聖師跳崗祝賊 學期是聖師名不改轉 當聖師跳進庫庸崗 聖師一心求死 心上百條舊頭 但快點不下去 情緒時有先動吐到他 不想讓他勤生離開 這時 先動現身對聖師睡 你既然為了一個女人 離島港祖金 今年的機動實在是太公了 就不如叫我 我會秀你入獄 會讓你受任何的委訓 知道分枚中的聖師金本 無法替開白酒 也無法開口講話 先動說 你不回答 就表示你已經答應了 先動換來一次修准 連老中聖師放進去修准來 隨時就消失不見 聖師都在修准來 就這樣飄浮在甘民上 反而來跟甘兵一甘忘記 原本沒有看到 喝好人贏 於是反而騎到背 現到甘流的氣象 一路歐海遊風向走出 動也奇怪 這隻修准就進行來告了桌子 反而要一路沿著甘兵走出 會告了桌子 反而剛好發現甘兵有這隻修准 才靠到發 趕快落下走過去 靠近修准一看 竟然是聖師 反而下下聖師心上的舊頭 趕快送去找台湖 經過了台湖經濟幾乎 生死睡了三年三日 將他切了 這時 原生主派人帶來消息 要反而進宮為坐兵宮 好路 反而並沒有打算要走火頭路 再一次入宮去輔助坐兵宮 反而回來是選擇做一個 平平緩緩的生理人 生死冰別反而決心 決定要對他去輔助 兩個人以憲罪 好上情好 將近以後生我 在同一個家裡 過得平淡 好路的吉祭 如果反而去輔助坐兵宮 他跟生死兩個人 就不會有結局了 既然反而決心 不要再走 正在這條路 隨時也願意對著他 以後不用再過著 艱苦流浪的日子了 生甘情願 跟他共同過後世人的生活 人生主聽聞反而 已經回到後遇到我們的消息 就立刻請到素衣 來到反而呼籠 人生主提到送雲 要反而受下 反而受下 反而受下什麼也不大用 兩人你來我往 殺來殺去 人生主的求情供夫 可真是一流的 反而最後交加不足 然後回答睡 要我受下因身是故意 但是我沒打算入職酒飲 因為我要完成家中的 一家中藥大師幾乎 才會開庭 電生主後期問歲 加問夫中的中藥大師 反而歲 不瞞電台人 這家藥師 這是處處的人生大師 我打算在中秋節幾乎 兩人完婚 這你也知道 中秋節幾乎 幾乎幾乎 都沒用到過節 要開始採賣過節的養品 那就消不了 打開十年頂頂上品 你總要讓我一點時間 對嗎 也有 處處的分裂 也不能太寒生 我總要替它丟入心房 這人的代替日子 當然要討討討討討 我面相才有公菜嘛 電生主聽到煩蕾 處 要辦許事 也想準備一份 蕭蕾送給蕃蕾 但是比蕃蕾忘記 蕃蕾想想 若是接下蕭蕾 若是接下蕭蕾 於蕃蕃蕾喱 原來不愧有生理頭靠,賺到家裡在辦貴室, 經來也辦卓宵活動。 一路商品都搭八個,就在中秋節這種來臨, 所以起床最多的顧客就不猜測。 原來交代反一歲,伊利,混乎下去, 所有上頂會都一張到這宗環收。 我要將賣場插浮烈, 也讓鄉親沾一點火起。 日出一來,原家的企業店舖, 便能借出機會插浮烈。 盡量你的粉絲也到鄉東的豐公路, 我們的伊住鄉航就驚到生命安保。 年齁啊,點酒一間一間, 就他隔天開來了。 原來,給兒子的粉絲做為借口, 目的就是要拖延不去桌上海外。 電家在這國算是有頭有面, 如果是回家也會發水也會建黨的人物, 反而沒想請人去模範。 只好拆出平和三拼的庭園建設, 哪前哪走, 走一步、玩一步, 來彎轉奇絕, 將任聖領的一步。 是現在, 只要有人坐在一起, 但是, 秋大秋風也會驚來百人的接觸。 反而在政治界, 怕挑戰這麼多年, 只要體會到政治的現實。 既然要把心脈的生死, 跟母親回去政產, 就不應該在流亂、 既然和地位。 現實是, 煩蕾只有絕心思, 靠在煩蕾的分數頂端, 要逢逢公公, 來娶媳婦。 今天的故事, 我們就講到這裡。 感謝你的生活, 文在心, 煩蕾的故事, 我們會會再見。 看進化,聽重點, 一起來聊文才成范李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佩晨。 范李的自畫店, 生意做得有聲有色, 當然也吸引眾人的目光, 還有別人嫉妒的眼光。 所以, 就會有人來踢館或是來找茶。 有一天, 來了一個田老先生, 看上了店裡的一塊股燕台, 開出了驚人的高價, 執意要櫃檯人員賣給他。 櫃檯人員說, 那是店裡的鎮店之寶, 只是拿出來展示, 而不是拿來賣的。 但是, 這位田老先生, 就是非買到不可。 兩個人僵持不下, 直到范李出面為止。 既然, 老先生這麼的喜歡這個股燕台, 那就送給你吧。 這讓田老先生嚇了一大跳。 范李對田老先生說, 這個公司的價格與價值, 都是出於個人的認定, 沒有人可以制定一個標準的價格。 既然你如此喜愛這個股燕台, 那就送給你。 但是, 你也要回饋我一樣東西, 就是要幫我在店裡提幾個字, 這樣也讓我們彼此理尚往來。 田老先生並不是普通人, 他是田姬的叔叔, 是奇國的太宰。 有了田太宰的題字, 范李的製画店就有了名人的推薦, 因此顧客提升了不少。 當田太宰知道范李的真實身份之後, 就對他另眼相待, 便邀請他觀賞周里的表演。 田太宰知道范李是當時輔助勾劍, 攻打夫差的上將軍, 就將他推薦給了齊平公。 但是范李並不想要再從事政治上的工作, 於是想辦法要拖延, 玩具田太宰的好意。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三分鐘聊魂財神范李,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好請將心來保余 方向方向電信尾 將心電信尾 安兵觀光相改講義氣 義述高明是代德國 在新亞洲做到公園 我在心有意感到方向 唯論北方是相対空 百姓過海底信頭 三親都做事告主 主觀三改換萬物 早新亞他最愛吃甜 你是誰真愛白癡 兩笑五三有兩間 有故鄉傳大方都會痛 攤山濕著真好啊 親唱白癡又不會燙辣 山台主你路車 騎風飛路以上改喊 你路火都大大 我問他什麼都不走 先風雨 想露點算帆 做好做賣誰知道 車腳來先人忘了 我啊 世館大事又不會燙辣 土海人 想愛白癡祖 想好伊人平安不用懷惰 人做地父母嚴怒王 若是做賣他頭一輩子 人心海海做人的事 Jasmine 作詞狂喜 Marian綜藏 人心母龍 人工利衣索 人工刊 人工刚雇 爸爸 יה non